最糟糕的发明 在一次名人访问中 被问及上个世纪最重要的发明是什么时 有人说是电脑 有人说是汽车 等等 但新加坡的一位知名人士却说是冷气机 他解释 如果没有冷气 热带地区如东南亚国家 就不可能有很高的生产力 就不可能达到今天的生活水准 他的回答实事求是 有理有据 看了上述报道 我突发奇想 为什么没有记者问 二十世纪最糟糕的发明是什么 其实 2002年10月中旬 英国的一家报纸就评出了人类最糟糕的发明 获此殊荣的就是人们每天大量使用的塑料袋 诞生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塑料袋 其家族包括用塑料制成的快餐饭盒 包装纸 这些废弃物形成的垃圾 数量多 体积大 重量轻 不降解 给治理工作带来很多技术难题和社会问题 比如 散落在田间 路边及草丛中的塑料餐盒 一旦被牲畜吞食 就会危及健康 甚至导致死亡 填埋废弃塑料袋 塑料餐盒的土地 不能生长庄稼和树木 造成土地板结 而焚烧处理这些塑料垃圾 则会释放出多种化学有毒气体 其中一种称为二恶英的化合物 毒性极大 此外 生产塑料袋 塑料餐盒的过程中 使用的福利昂 对人体免疫系统 和生态环境 造成的破坏 也极为严重 节选自林光如 最糟糕的发明 导致